能绘制小数数线 绘制一条以0.1为单位的数线 0.1等于1分之1 在0和1之间平分成10等份 每一等份为0.1 可用指尺或隔指指帮忙做等份的工作 绘制小数数线时 要先确定该小数在哪两个相邻整数或相邻分数之间 将相邻的整数之间或相邻分数的单位长 等分成10份 便可得到0.1或0.01的长度 最后再加上前面的数值 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例如画出一条数线 并标出1.4的位置 先画一条整数数线 标上0.1.2 每一单位距离相等 先找到1.4的位置 在整数1到2之间 将1到2这一个单位长分成10等份 每一等份为0.1 0.4就是4个0.1 从整数1往右第4小格的地方 就是1.4的位置 如何绘制以0.01为单位的数线呢 0和0.1之间 再平分为10等份 每一等份就是0.01 如何绘制以0.2为单位的数线 画出直线 标出0和1作为一个单位长 首先将0.2化为分数等于10分之2 接着再约分为最减分数为5分之1 将0到1之间平分为5等份 每一等份就是0.2 数线上5分之1就等于0.2 如何绘制以0.5为单位的数线呢 0.5等于10分之5等于1分之2 接着在0和1之间平分为两等份 其中一等份为0.5 例如画出一条数线 并标出3.7的位置 先画一条整数数线 标上2 3 4 每一单位距离都要相等 距离0太远 可以忽略 先找到3.7的位置 在整数3到4之间 将3到4这一个单位长 分成10等份 每一等份为0.1 0.7是7个0.1 从整数3往右第7小格的地方 就是3.7的位置 画出1.7的位置 画出一条数线 并标出1.5的位置 先画一条整数数线 标上0 1 2 每一单位距离相等 先找到1.5的位置 在整数1到2之间 其中 其中0.5等于10分之5 等于2分之1 将1到2之间 等分成两份 一段就是0.5 重点整理 将小数标在数线上 需先找到 该小数位于哪两个 相邻整数或分数之间 将一个单位长 等分成10份 一份长度为0.1 将0.1个单位长 等分成10份 一份长度为0.01 小数数线和分数数线 也能相互转换 在绘图前 先将小数换成最减分数 一份长度为0.1个单位长度为0.1个单位长度为0.01